特朗普在共和党全代会的压久眼说 提到台湾 可是现在很多人就担心了 台湾会不会成为下一个乌克兰呢 我们要先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川普认为全球正兵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 他说欧洲跟中东的战火肆虐 我们正处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 现在中国同样正在围堵台湾 俄罗斯的战舰跟潜舰也出现了 那么现在川普是不是已经不狂了呢 遇事之后改走一个感性路线 过去他讲话 大家都认为是一个狂人路线 但现在好像他说 誓言终结拜登制造的每一场国际危机 他说如果他是总统 俄乌战争跟以哈战争根本不会发生 我可以一通电话就停战 但是现在川普也打电话 给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了 承诺会透过谈判来终结这一场乌恶战争 川普说感谢泽伦斯基的联系 我将为这个世界带来和平 而且结束这场夺取许多人生命 摧毁无数无辜家庭的战争 泽伦斯基也回应了 如果川普当选的话 乌克兰恐怕会更加艰难 因为范斯曾公开宣称 我真的不在乎乌克兰发生什么 他说我们刻苦耐劳 愿和美国总统来合作 现在是不是连泽伦斯基 都很关注这一场美国总统大选了呢 那么看好川普重返白宫 有利于统一台湾 川建国现在登上了大陆网络热收 大陆网友说川建国 只会加速我国的统一进程 只不过现在解放军 是不是也准备好了 我们等也来看到 在东部战区这边 他们说时刻准备奋斗 甚至po文 两栖装甲分队到了东海 开展多种类的实弹射击考核 全面检验官兵的海上打击能力 解放军陆军第73集团军 隶属东部战区陆军 军部驻地福建省 厦门央视称为对台一线部队 那么现在解放军072A登陆舰 也在华东外海巡航了 我们的国防部说 一定会持续雷监控 有军方人士透露 解放军有两艘登陆舰六院下旬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在花东外海来巡航 似乎是对台进行军事压力测试 国防部说一定会持续监控 看怎么因应来处理 只不过现在中国大陆 正在扩建直升机机场 滚装船训练场 日媒就说了 台湾应该防止中国大陆的速战速决 因为中共在广东汕头 跟福建漳州大肆兴建 可以提放大量直升机战斗机的飞行场 看起来是在以最短的距离来准备 登陆台湾并攻击台湾的重要设施 那么现在围堕到登陆 是不是只需要一个礼拜 日本政府上调解放军的实力 那么甚至还曝光了可能的公开剧本 首先他们可能以演习的名义 在沿海集结军队 然后再用军舰封锁台湾周遭的海域 接着袭击这些军事设施 同时利用登陆舰与运输直升机 来建立一个桥头堡 那么现在也说了这是时尚首次 中共的解放军山东号 那么航母也已经加入了中俄两军 正在旅宋海峡的言和演训 林传媒说了 这两军势必在某种程度的军事演练 而现在苏利文就讲到了 美非共同防御条约适用于马德雷山号 他们说美国将采取必要的措施 确保菲律宾能够在仁爱暗沙上的船只进行补给 菲律宾扩建中叶岛基地 南海风云再起 美军介入之后再添变数 因为菲律宾政府宣布将进行扩建 中叶岛机场的跑道延伸工程 那么菲律宾扩建西望岛机场 巴勒巴克岛的军用跑道将完工 巴勒巴克岛是去年宣布的四个EDCA地点之一 那么另外还有奥西亚斯的海军基地 加募拉伊萨贝拉的军营 靠近台湾的拉尔洛机场 那么现在巴勒旺选 是不是更靠近南海 有人就说了 这是不是剑指中国呢 我们要先请教一下寒冰哥 很多人都担心台湾会不会权为 下一个乌克兰 您怎么看 现在川普一直提及台湾 真的是让我们觉得有点不含和力 因为他先是又要跟台湾要钱 然后他在彭博社的访谈里头 有讲说大陆离台湾只有68英里 可是美国离中国有9500英里 所以意思就是他爱莫能助 边朝莫急 我觉得这个 这都很危险的警局 他一方面要跟我们要钱 另外一方面又说要帮台湾很困难 请问下次到底是在干嘛 我实在是觉得有点恐怖 当然川普是 这次选的副手是跟他一样 也是那种狂人型的 然后极度的这种 就是不假辞职的右倾 所以现在泽伦斯基也是揣了一旦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主动跟川普取得联系 所以代表泽伦斯基也认为 拜登差不多完蛋了 不然的话他为什么会 搞得跟他取得联系 很明显就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这样一个困难的局面 因为川普虽然说他上来很快就能够结束战争 那请问一下到底要怎么结束战争 对啊 以目前来看最快结束战争的方法 就是乌克兰全部都要吞下去 就是这样子 你要认栽 可能俄罗斯目前占领的所有东西 都要承认是俄罗斯的 都要划给俄罗斯 不然的话请问一下到底要怎么停战 所以我觉得 如果川普真的要兑现他的承诺 那泽伦斯基必须要做出非常重大的让步 那这个让步可能会危及到 泽伦斯基个人的生命 我是觉得这个 这个严重 这个绝对不是开玩笑的 所以因为乌克兰内部也有很多鹰派 如果泽伦斯基承认了 乌克兰现在败战的事实 那还得了 泽伦斯基确定还能够在乌克兰待下去 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那当然就是现在 中美之间对抗的态势还是不会改变 那老共没事就在台湾附近晃来晃去 我们的国防部老是告诉我们说 随时都在掌握中 随时都监控中 请问一下 人家已经换了各种机型来 现在连坦克登陆舰都跑来了 那这在干什么你知道 这就是把台湾附近的水纹 空域探得一清二楚 而且已经进到十二海里 所以请问一下 我们所有的东西都被人家摸透之后 这个仗到底将来要怎么打 我都不晓得 人家随时随地都可以入侵 为什么日本 他现在说大陆从集结到直接登陆 只要一个礼拜 就是因为他觉得大陆已经把台湾摸了 差不多摸透了 那请问一下 对这种态势 我们国防部打算怎么防范 人家这么迅速就可以集结 然后直接进攻 我们的准备时间在哪里 然后我们面对这样的态势 怎么样去抵挡 所以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那至于说在南海这个地方 其实你看苏立文故意讲说 这个马德雷三号适用于 美非共同防疫条约 就是故意在恐吓中国大陆 但是他现在就是在堵中国大陆 不敢去拆马德雷三号 但是中国大陆真的不敢吗 我认为中国大陆搞不好 准备要动手这样做 那我们来请教一下舰长 你又是怎么看的 尤其现在的南海局势 如果说我们仔细的来看 就是最近解放军在台湾周边的活动 那我们把日本统合幕僚监部 跟国防部所发布的图 如果叠起来我们会发现什么 那这边的这一连串的数字 其实也就是山东号编队 在最近他在台湾东南的海面 所进行的一个演练 我们就可以发现 以这个7月10号来讲 我们就可以看到 一共有23架的战机 在海峡中线附近 然后有17架战机 穿越了海峡中线 至于说西南防空识别区这边 也有17架 但是如果说我们再看12号的话 其实状况也是很类似的 也就是说他在这个位置 就是山东号编队在这个位置 然后实际上来讲 解放军他有25架战机 在海峡中线 然后有15架通过了海峡中线 然后另外有5架 在西南防空识别区 这到底是在干嘛 这个其实是解放军 他们在练习做海空对抗操演 也就是他们的空中的战机 在这附近 然后跟这个山东号的编队 进行对抗 那这一次 其实他不是只是要做这样的对抗 他真正要做的是什么 是要跟国军的汉光40号对抗 为什么 因为以前他都是 整个前进关岛 或者是在我们的西南海域的 这个位置 也就是在菲律宾海这个位置活动 那这一次他都匡限在这个位置 为什么他在等我们的汉光演习 但是不等了 为什么因为台风来了 也就是我们如果看日本防卫神统和幕僚监部 最新的一个位置的话 也就是18号他所公布的这个位置 他已经穿越巴士海峡要回去了 那有这么多的舰艇 无论是解放军的舰艇 或者是中国海警 他们到底要做什么 其实他们不断的 也就是在宣示整个台湾海峡 以及台湾周边海域 其实都是中国大陆的管辖区域 他们真正的目的在这里 那另外我们讲到说 最近是不是在台湾当面建了很多机场 不是最近是建了很久 只是国防部不讲 那我们来看 以最近我们所看到的 就是说这个 我们常常看到这些无人机 就是有BZK-005 或者是TP-001 其实都是从戴山岛机场 跟东阳无人机机场这边起飞 但是没有人提过的是 南基岛的这个机场 以及张普机场 张普机场长什么样 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可以看到 它有一个600公尺的 一个很完整的跑道 这个跑道600公尺 可以起飞什么战机 它可以起飞的就是无人机 可是在这个位置里面 它有10个小方块 这10个小方块是干什么的 这10个小方块就是直升机起飞的 那它是除了这个位置之外 还有什么 还有南基岛 南基岛其实距离台湾 也是在直升机的空气范围内 如果我们看2019年9月16号的照片 其实它好像有点荒废 但是我们对应着2021年 它不断的全面的整理过 而且它的营射也进行过 这一些修建 其实解放军在2017年 它的朱日和的阅兵 它就已经告诉我们 它们未来就是供给直升机 带着人员运输直升机的作战模式 了解 那我们来请教一下 杨教授您又是怎么看 我的时间不多 7月9号的时候晚上7点 大陆央视新闻联播 向全国人民播发了一个短消息 说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通令 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2950部队 技一等功 然后接下来什么都没讲 两秒钟就过去了 92950部队是什么 在7月9号要拿这个一等功 其实就是指在6月底的时候 在南海地区 92950部队 就是一个电子作战部队 是属于中国海军海空航空兵 新型的战略部队 它在这个地方 跟美国进行了一场电子战 而这个电子战 是美国的就是航空母舰 丢了放了几个就是说探测器 然后中国大陆那边拒解去拿 拿了之后双方的进行电子战 美国从冲城这边 直接派一个RCE-135 直接穿越台湾到这边来支援 后来这个电子战 12个小时之后结束 结束之后隔了两天 菲律宾参谋总长宣布 要将美国之前放在菲律宾 北部的中程导弹系统 提风系统 9月底以前移开 小马克是立即表示说 愿意跟中国去谈 双方针对的海洋的问题 以外交的方式 美国这边也把所有的 这个战舰都移开 各位这显现三个东西 第一个 中国大陆解放军 现在你顶过来我顶上去 第二个在这个电子战这个层面 看起来 这个92950部队 是取得了胜利 然后大概对美国 也对宇宿到北部 那天大概GPS整个瘫痪掉半天 然后美国的 他们是说美国航空母舰的导航系统 也混乱 第三个当然讲 这个跟地缘有很大的关系 也就是你在南海这边 你要真的进行只是电子战 或任何的交战的时候 你不要忘记在海南岛 在整个东西大陆的这边 后面的基地的这个援助 所以我是觉得